作为影视演员,吻戏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事情。 有些演员经验丰富并不在意,而另一些演员则因为各种原因害羞或紧张。 姚晨坦言,很多明星之所以不愿意和王一博拍吻戏,是因为王一博年轻,害羞。 姚晨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实力派演员,因在《武林外传》中饰演郭芙蓉而被人们所熟知。 与刚刚进入娱乐圈的王一博相比,姚晨算得上是老前辈了。 拍摄们想合伙人时,姚晨和王一博有一场吻戏。 姚晨在某节目中透露,在王一博吃饭时,他突然抢吻王一博,王一博因为紧张脸红了。 由于后面还有台词要说,所以这场戏最后被判定为NG。 所以我只好从头再来一遍,王一博因为尴尬而脸红。 这个简单的吻戏被拍了好几次,让他吃了四块披萨来排解紧张的情绪。 姚晨在现场变身吻戏老师,亲自教授王一博各种技巧。 经过姚晨和导演的指导,王一博终于掌握了技巧。 表演也更加自然,这场戏顺利完成。 姚晨事后表示他再也不想和王一博拍吻戏了。 因为那天王一博吃的披萨是葱味的,以后一闻到葱味披萨就觉得恶心。 对此王一博表示自己也不想这么做,但拍戏时控制不住自己的紧张情绪,所以也很无奈。 作为刚刚进入娱乐圈的新人,王一博已经接到了很多电影的约拍。 与赵丽颖拍摄有斐期间,两人还出现了吻戏。 虽然这不是王一博第一次与美女合作吻戏,但他还是很紧张,差点把手里的水壶炸裂。 人间智慧是清欢中,王一博与陈乔恩的吻戏引发热议。 王一博在剧中饰演年轻、帅气、富有的狄智慧。 他对陈乔恩笔下的安清欢一见钟情,于是展开了疯狂的追求。 因为这场吻戏需要强动,而王一博当时又很害羞。 被陈乔恩打了二十多次,脸都红了。 一档节目中,当陈乔恩回忆起这件事时, 吴振宇、谢娜等人在好奇心的趋势下,迫不及待地想了解当时的细节。 陈乔恩回忆说,为了让王一博不那么紧张。 他开玩笑说,一博,你知道吗? 如果我姐姐早点结婚,我就能剩下你他本来希望王一博能够放下吻戏情绪时的紧张。 没想到王一博听后更加紧张了。 当其他人听到陈乔恩的笑话时,他们批评他,你怎么能这样做? 为什么先吓唬他再表演? 他还是个孩子虽然嘴上这么说,但他们却无法抑制自己的好奇心,渴望了解更多的细节。 陈乔恩继续回忆当王一博把他推到墙上时,他变得更加紧张。 虽然是他得到了那堵墙,但看起来却是他得到了那堵墙。 随后,谢娜期待地问道,然后呢,陈乔恩继续分享,他打了我之后,直接吻了我,而且不是错位地吻。 是真正的吻,所以这个镜头一次就结束了,其实这个镜头是可以一次拍完的。 感谢导演的指导和王一博的勇气。 据说这场吻戏是王一博的初吻,所以他才这么紧张。 当然,陈乔恩当时也颇有名气,作为新人,王一博感到紧张。 通过这些细节,我们可以看到吻戏对于一些演员,尤其是年轻演员来说,可能是一个挑战。 他们很多时候会因为害羞,紧张而在拍摄过程中失败或不尽如人意。 但通过前辈演员的指导和教导,年轻演员们逐渐掌握了技巧,表演也越来越好。 这不禁让人好奇这些年轻演员的未来,他们能否在吻戏中展现更多的演技和魅力呢? 也许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一切。